Hello Hello 大家好 在我旁邊的有蕭蕭 Hello 大家好 我是蕭蕭 今天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3月21日 又有一班人在元朗搞事 每個月21日都跑出來 沒錯 而一個區議員 叫王偉賢 是民主黨的區議員 就被人抓了 我們今天會說一下這件事 在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跟大家輕輕鬆鬆找真相 好了 照照 我們先說一下 那班人又搞事 3月21日 每個月21日都跑出來搞搞震 還有 現在香港是發生什麼情況 不只是香港 全球現在發生一個很嚴重的疫情問題 現在全球都在說不要聚集 就算早幾天 在我不記得哪個地方 因為地震的人民要出來避開地震的時候 當地政府都說 人民出來避開地震的時候 都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因為防止染病 你看連別人避開地震都要這樣做 都要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我對香港 接下來這一兩個月 真的有點擔心 因為首先在外國處理疫情的措施 和手法上 表現都很差 沒有任何人流管制的措施 他們都沒有抗疫過 尤其是英國 不抗疫就等於抗疫 然後香港這班傢伙 他們又網附疫情走出來 群體聚集 製造大量交叉感染的機會 幫助病毒擴散 其實這班人 有沒有想過 你自己是不是真的為香港好呢 就只是指責別人 你自己做這麼多錯事都完全不反省 還有721是甚麼呢 721的真相是甚麼呢 721的真相就是林卓廷 你帶隊進去搞元朗的居民 這個就是721真相 你們搞完人之後 還要每個月發起些甚麼紀念日來發難渣 有沒有這樣的歪離 自己搞完人還要發紀念日出來 本身他們已經不應該聚集 有疫情 而且他們聚集的目的 是為了搞亂香港 對呀 扔汽油彈 放火 第三 是他們自己當日721 林卓廷帶隊進去搞人 那是甚麼念 那是完全不符合這些紀念的名目 但他們在搞事 當日被人抓了那個王偉賢 我都不懂她是甚麼水 聽都沒有聽過 本來都不知道 但為了這件事給大家聽 我們專門去搜尋一下她的背景 以及她是甚麼人 這個王偉賢就是民主黨的 老蟑螂來的 62歲的 這個老蟑螂來的 不是八公來的 我們搜尋了 這個王偉賢是民主黨的 還要是六十多歲的 是老蟑螂 原來在1995年的時候 她是反對劉慧卿提出的普選方案 全面普選立法會方案 你們不是說爭取民主嗎 又說五大訴求那些嗎 你自己看回1995年的時候 你自己做了甚麼 人家劉慧卿提出全面普選立法會 你這條嗨嗨是反對的 是呀是呀 他們自己是 我們都在看 咦 為甚麼呢 為甚麼明明她的理念應該是爭取普選 為甚麼會反對呢 原來因為當時劉慧卿和她是不同黨 劉慧卿是前線的 不過後來前線就和民主黨合併了 所以其實他們這班政治的人 搞政治的人 從來都沒有初衷和理念 只是看著風向 因為當年劉慧卿和她不同黨 所以就反對 其實他們大家不要誤會 以為這班政棍在幫你們 其實他們是為了政治利益 全部都是用過包裝 我們又說一下 他一個區議會的主席 居然犯法 早幾天 3月21日 他被警察捉了他之後 告他兩條罪 是告他阻差辦公 對 阻差辦公 非法集結 而這一個呢 不知道這個刑法去到多久 其實區議會是有守則的 我們看看區議會條例 就是說了 任何罪行 不論是在香港或在任何地方被定罪 而且該罪行被判期為超過三個月 又不得選擇以罰款代替的監禁呢 就會喪失這個區議員的資格 我又覺得有點奇怪 作為一個警察 如果犯法應該做不到警察 那為什麼區議員犯法 還可以做區議員 其實根本不應該三個月 三個月 刑事罪限 就不可以做議員 就要喪失這個議員的資格 沒錯 為什麼一定要刑事 還要監禁簽過三個月 才不能做 其實不合理 不合理 我覺得這個條例 已經是太歐待的了 就像警察 你有刑事案底 你都不能做 你不要說警察 就算是大公司聘請人 你聘請的員工有刑事案底 你都不聘請 所有紀律部隊都不行 是啊 所以你連做紀律部隊 都不能有刑事 為什麼區議員有 為什麼區議員可以犯法 還有區議員是要經常接觸市民 你如果一個變態的區議員 找一個有案底的做這些事 好像不合理 有一個不守法 沒有道德觀念的人 做區議員 好像現在這樣 其實現在真的是 現在香港最多話人的是哪裏呢 就是區議會 全部區議員都是犯法 都是沒有道德觀念 還有自私的人 你全部人都是殺個社區 還要做區議員 還要讓你經常接觸市民 市民真的很危險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上次有一集不是說過 應該要解散區議會 原因我們也提過一下 因為其實在區議會這個成立 是以前英國政府沒有民主給我們 然後就讓你們嘗試一下選舉 就有這個所謂區議員的角色 就要出來 就裝作跟政府溝通 裝作給民主 立法會就不讓你們香港人做了 我就整個區議會 假裝民主的讓你們選一下 才讓區議會選舉你們 其實現在立法會選舉 過半數是直選的 都是有直選的 其實區議會不需要存在 沒有存在價值 他的職能是民政事務處做的 民政事務處做的 沒錯 所以呢 是解散區議會 解散區議會 黑不容換 解散區議會是黑不容換 因為根本就沒有用 還有最多壞人的就是在區議會 全部都是犯法的 你看三二一早幾天 又捉到區議會的主席 其實香港在區議會太多壞人 解散 絕對要解散 沒錯 我們還有什麼要說呢 差不多了 其實還想說一下判逆罪 因為區議會條例裡面 除了犯三個月或以上 就會喪失議員資格 另外還有違反 如果是被裁還是犯判逆罪 都會喪失議員資格 好 下集我們就說一下判逆罪 其實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如果他們犯了判逆罪 是會喪失資格的 我們就下次跟大家說一下判逆罪 看看怎樣呢 可以令到如果他們犯了 就可以喪失資格了 好 我們這次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